11月25日A股的收平 今天指数走的呢 实际呢不咋底啊 实际是阳线吗 是阳线 但是算不算上涨类的黑线呢 不算啊 那么今天这个算什么啊 后市怎么走 那么这两天的上涨呢 很显然是跟降准的预期 是有直接的关系呢 另外呢 金融支持房地产 信贷的力度 对房地产的支持 都是有主要的原因 另外呢 降准肯定是利好于银行 所以说今天的银行涨得也不错啊 另外呢 最近这个世界杯呢 对这个中国建造 有直接的影响 都是中国人造的 所以说呢 有些中字筹的有些东西啊 也在涨 那么还有估值修复的事情啊 毕竟呢 有引导 是不是 管理层的有态度 所以说这几个方向 变成了近期这几天的主线 那这个热点能不能 能不能变成真真正正的热点 能持续 尤其是这个 估值修复 如果估值修复 长开 那你就 这些大蓝筹 要是真是能长得好的话 那这指数 这个点位 根本是几千点 都不是什么事 大家还想不想 六千点还是历历在目呢 后期不就是大蓝筹 推升的嘛 是不是 大蓝筹只要动 这指数根本就什么事都不是 你看 就像2020年的 7月份的券商那一波 那多么的凶害 但是呢 完了呢 完了呢 就不好了 我们来总结总结 今天的盘面吧 今天的盘面呢 也有亮点 亮点就是什么呢 很显然呢 那么是蓝筹 在支撑的指数 维持着上证指数呢 勉强收红啊 而且占到了 三千一百点上 大家注意 上证指数是放量的 深层指 跟创业板是缩量 是明显的最近啊 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分化 另外呢 今天的北上的资金 是七十多个亿 流入的幅度 近几天是比较多的啊 另外呢 我们说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 如果周末 没有降准的消息 出台 怎么办 下周会怎么走 我判断一下啊 如果真是降准了呢 如果真是 那估计 冲高回落的 这些权重股 冲高回落的概率也大 如果要是 真的没有降准的 消息出现呢 就是没有真正出台呢 可能会直接 就步入到下跌 但是呢 它下跌没什么大跌 因为呢 要估值在那摆 另外呢 房地产长也不单单是这样子 是不是 还有金融信贷政策的扶持 支撑力度又保交楼 它是一个组合权 所以说这个 房地产板块呢 问题不大 可能和小的回撤呢 会有 但是后面呢 还会有 但它不会形成 我认为它不会形成市场 非常主流的主线 那么后边呢 这地方的走势就挺复杂了 按理来说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最近你算上跌的是什么 创业板连续调整了14天 科创板好像是调的是15天 实际呢都走 创业板走出的是周线 是一扬三阴的走势 上升趋势很少 是这样的走法 那至多给它定义为一个底部的盘底 今天呢还有一个现象 大家看见没有 富士A50的指数是放量上涨的 虽然涨的呢不太多 但是它是放量上涨的 这一点 那么下周我们也希望 这个权重的行情能够维持 但是这种权重的行情 多数是长骨头不长肉 我们小老百姓呢 也没法分享到这样的收益 是不是 这一点是比较难受的 那么总结一下 我们对指数的观点 我认为指数的观点呢 创业板科创板 还很难说 它在这个整理 或者是调整已经结束了 所以说还需要等待 仓位呢不能中 这个角 这两个方向的股票 我认为这个仓位是不能中的 权重这一块呢 有点仓位倒是可以啊 但是权重上升指数 下周呢 也面临着一个 比较敏感的时间参考 非常关键的 你看十月初到现在 下周三这个月就结束了 一个月 一个月 对于一个日线级别的低点结构 一个月的时间已经足够了 时间已经够了 如果是把它往前推 是在十月初起涨的话 它的时间周期早就过 如果要再涨不起来的话 一旦出现一个 大家还是要注意点啊 就是说谨慎一些啊 仓位不宜太重啊 那么我们来看看具体的走势啊 上升指数呢 走出了一个横环震荡整理的走势 大家注意 今天的高点是311 比昨天的高点还在降低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 大家看看这个日线啊 实际这个日线呢 并不是一个上涨类的 它创了新低 比昨天的低点低 高点没有昨天的高点高 实际是阳线 但是不算上涨类的黑线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在趋势线下方盘整 123456 盘整了6天 时间有点偏长 不像是 这个地方的调整 有点时间有点长 也就是这个地方的上涨的空间 跟这个地方盘整的时间 有点怎么感觉到 有点不舒服 是不是 这地方有一些过多的变数 如果再不选择向上冲 这么多利好都推不上去的话 篮球这么动的话 都推不上去的话 如果 你看宁王还在接近于创新低 如果宁王等题材股 要不启动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就有一点点 向下调整的这样的风险 就有点加大 但是我估计空间 怎么说它也就是三千点多 不到三千 刚刚三千一 是不是 有多大风险 没有啊 看不出来系统性太大风险 另外很多板块都已经调整 差不多了我感觉 甚至是医药跟医疗 今天跌的医药医疗跌的还是不少 他们是不是要调整结束了 如果他们在损失什么事的话 那就好吧 有些远见也差不多到位了 那么如果这个市场的主流的热点 还在的话 那么就好一些 所以说上证指数呢 维持这样的判断啊 这是上证指数的三十分钟的走势图 很明显啊 大家看啊 这是呢 下跌的一笔 这很显然呢 因为它现在都是在红毛 很显然可以定义为上涨的一笔 但是上涨一笔 实际这四天 就是基本就是横盘震荡 整理的这种走势 这种整理的走势呢 大家要注意的是 一旦选择上层再回落的话 这地方就是高抛的位置 我因为是高抛的位置 上证指数 有些东西来讲啊 如果是拐头 直接拐头向下呢 好在我们已经进行了一定的预防 我们是说在这个位置就预防了 另外我给它放大点 你看看这个十五分钟的图 几个上影线瞅得非常不舒服 上影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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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 这四个上影线 说明上方的三千一百点的上方压力 压力比较大 如果要突破呢 那么当然如果我们要看到一个这样的东西 那什么都不要说了 但是还得说 为啥还得说 我们也得看启动的板块 以及成交量的变化 还有资金的流入的情况 还有上涨的阳线的实体的力度 所以说如果是上涨 大概是选择性的高高 但是这个行情肯定是没事 如果是周线级别形成 位置进场点之后 那就更好了 我们最后呢 看一下周线 因为本周毕竟是收周线的 周线在权重蓝筹股的维斯下 勉强收了一个小阳线 但这种小阳线呢 如果给它放大的话 如果给它放大的话 你要可以看出一个非标准的顶分形 也没什么太大的 你看 中间的这个周线呢 是最高价是最高价 最低价也是最高价 这就是顶分形 但是非标准呢 因为这个低点呢 还在这个3022的上方 所以说我说3022非常关键 如果这地方呢 不跌穿3022 3022之后 如果跌穿会有反弹的一笔之后 那就得真的跑路了 但是现在看还看不出来 就这地方走势非常纠结 确实是看不走 看不走就看不走 那么只能 既然不确定 我们就先看一看 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 不确定就是不确定啊 我们再来看创业版指数走势 日线图非常弱 周线图一阴 一阳三阴 虽然这三个小阴 你看 还在这个整体上 还在这个周线的阳线的半分 偏下一点点 但是大家也不要失望 因为它调整就多了 那这地方如果周线出现这样一笔呢 如果周线出现这样的一笔呢 那不就是太好了 所以说周线我们要等信号 创业版一定要等信号 这是三十分钟的创业版走势图 我画了一个线啊 在它跌穿了这个整理形态之后 它正在做巡底的这样一个动作 现在呢 小周期我们都没有看出的低点在拆高 所以说我们要等待 科创丸走势是一样的 单从这个指数走势上看 实际除了上涨指数之外呢 其他的指数并不乐观 但是呢物极必反 那么在连续整顾之后 能不能出现向上的一笔 是我们下周初需要关注的重点 题材股能不能有效的出现 指跌回稳 实际题材股一直在最近在调整 我们发现 就是说前期的热门股票 尤其是四月份到六月份 那些那个上涨行程当中 涨得好的股票之后 都出现了一个中级别的调整之后的 再涨之后的再回落 他们在前两天在11月1号开始 有的是从10月中旬开始的 上涨到后边那个回撤的幅度有些大 有些不正常 如果它要是走的是上升趋势的话 不应该出现这么大的回撤 这样来讲 这些踢财股的回撤幅度较大呢 也客观上把这个科创丸 还有这个创业板的指数给带下来了 所以说它的走势呢 有些不正常 不排除它在走C 前两天那个上涨的是避浪反弹 这种概率也是存在 所以说这些踢财股 这些踢财股如果在这个地方摘动 再要是启动了 那么就是要刷新起月初的那个高点 那就是大行情 所以说我们这地方非常希望出现大行情 但是大行情呢 必须是这些股票动 就是四月份到六月份上涨 建仓的那些股票这地方要重启升市 这是一个 另外呢 这次启动的股票 才九月末十月初启动的股票 是医药医疗和远价信创等等啊 他们在整个几天之后也要重启升市 那么这个地方的行情就来了 如果缺医不可 那么如果是仅仅是医药医疗信创远价 这些在整个几天再动 也只是局部的结构性行情的机会 所以说行情的性质呢 我们要分清楚 分清楚之后呢 我们还才好把握出击的方向 你就像今天啊 除了地产 基建 宗字头等等 你们除了这些东西 这么些东西的持续性还不好说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出击的方向 你就想开枪 你不知道枪往什么地方打 知道吗 踢踩骨调的还多 所以说这种行情是一个比较难受的行情 既然难受 我们就等一等 好好过个周末 也是不错的选择啊 喜欢齐鸣的 因为齐鸣说的对啊 请点个关注啊 点点赞支持一下啊 谢谢大家啊 祝大家周末愉快啊 下周投资顺利